好,有個朋友就問1299 就問這個友邦 Carson來的,他說穿80元要不要走呢? 他用85元買的 你問我的,其實這些位置我沒興趣的 就去拿著 定一個80元指洩位給自己也是好事的 但是問題是今天已經怎樣了 所以你這一刻拿回80元做指洩 我覺得都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做法 就是今天沒有穿的 但是不代表之前不代表 其實你問我友邦真正的轉捩點會在哪裡? 都是會來自第四季 或者說到第四季的營運數據也好 或者叫全年業績 其實因為友邦在整個2021年的下半年 都沒有什麼實際的銷售數據 新業務價值整體表現 都是一些很回合的數字 其實反映不到實際狀況 市場都是處於一個股股下的解脫 簡單一點就是以往一直看好友邦的 固然繼續看好 很多行業都還在看100元 120元、130元的位置都有 好像在一個禮拜前夾到上去90元頭的位置的時候 你見大安部有140元的目標價 簡單一點說 看好就繼續看好 但是你問我看淡的時候 我覺得友邦就是一天未出業績上面 都未分省庫的 我覺得短線來說 村底的可能性仍然是十分之大 問題就是業績有沒有想像中央那麼負面 我覺得新業務價值甚至有機會倒退的情況在這裡 那拭目以待 所以如果你說定一個下車或是80元下車 出完業績才再想一個重新補儲 我覺得沒問題 是 當然如果我看錯 新業務價就好像一支行的說 很厲害、很強的時候 出完業績可能已經上到50天線、100天線樓上 可能要去到80美的位置才最突發 但是相反地就是在想 代價如果說出業績真的不可以的時候 就算底了 你80元不走 到時候就會七字拖 那時候想到是怎樣算好 所以你第一分明我覺得你現在買任何股票都是 自己有個感覺 到底對友邦的看法 是因為以往友邦的股票很硬 所以你選擇去買 還是你真的對友邦整間公司在內地的業務前景 或者新業務價值那方面很有信心 因為其實主要的問題就是 以往友邦給其他內險公司做得好 原因他們可以搶到市場 都會搶到的 但其實面對著更大的問題 就是內地整個銷售會有一個放緩的情況 以往來說就是可能友邦做得非常好 平保叫做OK 人壽的做得差 但現在你看到就是平保人壽所有中資保險股 都面對著新業務價值新業務的情況 而內地的鋼LPR 亦都對於內地的保險保單上面 那個吸引力其實是減少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80元定的指示位置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好的 留意價位 好 就這樣要去看一下 我們不要緊張 這次人之間 我們要王 канал 我們要保險 現在 我們роб